可是 什么是语音烙梁啊 这个空气呢 是声音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介质 议题也是哦 我是假设 有位 阿雅姐 这场音乐会太赞了啦 谢谢你带我去 我可以的 可是我觉得场地好有很大的关系 那个鱼鹰绕梁的感觉 真的是太棒了 等一下 我们刚刚出门的时候 门不是卡这样子的 难道有小偷 那不是海云跟嗜好吗 来 你们怎么来了 对啊 阿雅姐不是说 可以来请加伦哥成语的问题吗 不好意思 成语的问题吗 问我就对了 我们成家是上开TV 大家好啊 要用echo效果 听说会有语音绕梁的感觉 来来来 问我这个KTV天后就对啦 T-O-O-M-E-R-O-H-O 好疼 其实这个echo 可以产生语音绕梁的效果 让声音变好听 不过开多了 就也会变爽掉 不太好 可是什么是余音绕梁啊 余音绕梁是声音反射现象 造成的结果 一说到有关成语 我的本人就会想 讲故事 没错 而且保证精彩 我就先让大家知道 余音绕梁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这是古书列子记载的一则故事 相传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 韩国有一名女子叫做韩儿 她可以说是当代的美声歌手 有一次因为家乡发生了天灾 她想到齐国去避难 由于路途遥远 一路走来非常地辛苦 终于好不容易到达齐国的城门 拥门石 毕竟千辛万苦终于到了 肚子好饿 不然 来吃一下 路边摊庆祝好了 钱呢 盘缠用金 一毛钱也不剩 怎么办 老板 老板 盘缠用金的韩儿又累又饿 于是她想起了她的天赋 用唱歌来赚取旅费 我是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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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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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打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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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了 谢谢 韩儿 韩儿离开之后 围观的民众还是舍不得走 看能不能听到安扣曲 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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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不是躲在哪里偷唱啊 我想找她签名 我也想找 我们大家一起找好不好 跟着我 韩儿 韩儿 歌迷在城门前一直守候着 觉得歌声依然缭绕在城门的梁柱之间 持续的三日都没断绝 就好像韩儿还没有离去一样 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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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音跳梁产生的echo 是声音碰撞到梁柱 反射产生的回音 真的好神奇喔 而且歌声真的可以绕个三天吗 呃 这个三日不绝鱼儿啊 是古代文人有点夸张的说法 不过真正好听的声音 会刺激我们脑部 然后会有一段时间停留在脑里面哦 真的耶 刚刚听到了好听的音乐会 现在音乐就在我耳边打转 声音真的好神奇 奇子神奇 古人还会运用声音 来发明更神奇的东西 我突然想到一个更妙的故事 要说给大家听 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代 军中有一种也是靠声音共振 来救命的东西 叫做空虎鹿 好 战事们 今天辛苦了 今晚我们就在这里扎营休息 是 这一次的战事艰辛 敌营也非常的阴险狡诈 所以大家晚上睡觉前 别忘了做好救命诊 是 加油 钻 节目 走 这位战事 你手上拿着小馄饨是什么 报告将军 这是我从小睡到大的枕头 给你看 太久没醒 这是我出远针必带的枕头 没有它 没办法进入梦乡 你以为你出来度假 请做好本单位规定的随军枕 你会感激我的 不要了 将军 那太运了 不要我的小枕枕 射兵们会把箭带 葫芦掏空 改成枕头睡觉 这时神奇的事就发生了 什么声音 这枕头好吵 怎么回事 不就是你睡觉的打呼声吗 还说睡不着 不是他耶 我的也好吵 莫非是 是第一台鞋了 完了 完了 镇定 他们还在三十里外 赶快拿出武器备战 这枕头果然是救命者的 古人真的好聪明 但空葫芦是什么原理 又来了 这个原理很简单 我相信艾牙姐她也会 对了 卢女社有很多道具 我们可以来做个小实验 真的假的 卢女社什么都有 来 走 我们去找 快点 走 好 现在我们要来说明 气体传声 这个是真空灵 最早是三百多年前 爱尔兰的一个科学家 波伊尔大师 他最早做这个实验 然后我们把这个灵打开 好巧哦 对啊 然后把这个罩子 把它放上去 声音还听得见啊 还听得见对不对 但是四号 你帮我把抽真空的帮谱打开 因为呢 现在里面还有空气啊 所以啊 它还是听得到声音 现在呢 把抽真空的帮谱打开 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好像有越来越小声了 你看 没有声音了吧 真的耶 四号 你可以帮我把那个帮谱关起来 好神奇哦 因为呢 空气啊 已经被抽走了 所以声音没有戒指可以传递 所以听不到声音 现在呢 我把这个 进气孔打开 好吵哦 对啊 你会觉得声音又跑出来了 对啊 所以啊 这个空气呢 是声音传递一个很重要的戒指 议题也是哦 我带你们去看看 走 好 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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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音叉 对 我们现在听得到它的声音 对不对 对啊 其实啊 放到液体里面也是哦 有波动耶 哇 这次还见水花 其实啊 音叉震动 让水产生波动 这些波动会让我们在水里面 也听得到声音哦 那怎么正式固体 固体 好 没问题 来 先把这个水搬走 阿伦哥 麻烦你 然后四号跟海云 你们把耳朵贴在桌面上 贴好哦 好 我敲了几声 三 四 而且超大声的哦 对啊 桌子就是固体 而基本上啊 传递的速率 是固体大于液体大于气体 而古代空葫芦的作用呢 就是几公里外的千军万马 冲刺时震动了地面 而另一方军营中 当枕头的空葫芦 因为放在地面 透过土地传声 再传到中空的空葫芦 藉由空葫芦 当作共鸣箱来放大音量 就像吉他的音箱 所以听到远方敌军的来袭哦 没调好 不过古人也真厉害 会利用声音的共鸣 来放大微小的音量 想要听到最佳的音乐效果 环境跟场地都要好 也有关系哦 我听说古今欧洲的歌剧院 纵使是坐在最后一排 演人听得很清楚 嗯 其实啊 不只是西方人 我们的老祖先也有这个概念 所以盖出了可以听好戏的戏庭哦 阿伦哥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看啊 好啊 能听好音乐 比听科学原理还要好得多 好 在下就姑且去一下了 人呢 等我啦 古代保有超赞音秀的戏庭 就藏身在大名鼎鼎的林家花园啦 这里啊 可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园林建筑哦 哇 这里真的是好大哦 哎呀 不过戏庭是在哪里啊 对啊 到底在哪里啊 哇 阿伦哥 各位 戏庭就位于这里啦 方建栽 你怎么对这里这么了解啊 当然 像这种骚人默客 怎么会放过这个地方呢 不过艾阿姐 你刚刚说好听的音乐 在哪里啊 那个啊 就是我重金礼聘的这个研究团队 潮阳科技大学音响实验室 在音乐厅的设计领域中 他们可是专家中的专家哦 陈志佳 我真的很好奇耶 真的 在这个地方听音乐 会真的比较好听吗 那很简单啊 不如直接就在这边听音乐好了 试试看 没有那么简单哦 首先我们要先做实验看看 林家花园简单来说呢 前面是细台子 然后旁边是三墙 对 三墙 左侧的是斗廊 然后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是以前林家人所听音乐的地方 这走廊就是给大家走动 然后选什么位置看最好的嘛 然后词子呢就是大家 边听戏 然后边喂鱼 对嘛 然后假如说有个小船 对不对 你还可以过去 跟那个戏班子握手 对 还可以扬牵你 对 是这样吗 你们不要再胡扯了 刚刚你们都有看到我们在做测试嘛 你们可以看到前方的 戏台子那边有一个喇叭 我们就是模拟以前戏班子 唱歌演奏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用 那个收音麦克风 分布十个点 然后录下喇叭所放出来的声音 所以在不同的地点 收到的声音也都不一样吗 当然啦 那三墙 廊道 瓷子 还有屋顶 所反射出来的声音效果都会不一样 那这个声音录下来之后要做什么 会用电脑分析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方建在建筑特色的 奥妙之处啦 可是啦一定要用那个震耳玉龙的声音 来测试嘛 用一般音乐的话啊 它的节奏会太多 声音变化 频率变化起伏又太大 所以我们一般测试研究都是会用 你们刚刚所听到我们测试的白色噪音 每一个频率 能量大小都一样的声音 来做分析 那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啊 大概要五六个小时吧 哦 这太好了 那艾亚姐我们到处去参观吧 等一下戴亚伦哥 我们之前是不是讨论过 声音需要借值来传导 嗯 对啊 可是我们好像还没有讨论过 刚才助教说声音的反射这件事 我记得科教馆好像也有相关的实验道具 哎 反正这里还需要一些时间嘛 不如我们四个就去瞧瞧啊 走走走 走了 可以不要去吗 不行了 走了走走 快点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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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老师好 好 大家看到你们 是 这位笑容可局的就是科教馆的 张荣贵老师啦 关于声音的反射现象 不知道老师您有何高见 高见不敢当 不过我们这边倒是有几个 实验者可以体验的装置 来说明一下让大家了解 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像我背后这个声音的聚焦水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验的装置 我们来试试看 好 那你们两位坐这边 是 你们两位坐那边 好 我们来试试看 你看 眼前这旁人大物 就算我对科学 财数学济 也都知道 阿牙姐 还有海鱼 都听不到我说话 阿伦哥 我们听得很清楚 但是 你有听到吗 我知道了 老师 老师 你怎么那么有趣 怎么会这样 真的 阿欣怎么会在我前面 你好像这样子讲话一样 对 你们知道什么叫聚焦吗 什么叫鸭子叫的声音 那什么声音好像扭曲了一样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听不到回音 没有回音 我觉得想吃什么 爱 你看 眼前这旁人大物 阿牙姐 还有海鱼 都听不到我说话 阿伦哥 我们听得很清楚 老师 老师 怎么那么有趣 怎么会这样 真的 声音怎么会在我前面 对 好像这样子讲话一样 对 你们知道什么叫聚焦吗 放大厅就可以让光线聚焦 对了 声音可以聚焦吗 对 其实声音和光线一样都是一种波 所以当波从密度较低的物质 进入密度较高的物质时 就会发生偏折的现象 这直径180公分的气球 内部灌满了密度比空气高的二氧化碳 我们和阿伦哥虽然有段距离 但是声音在经过气球的时候 二氧化碳会产生聚焦的功能 把声音集中在焦点上 所以我们才可以听得这么清楚 当然 如果我们离开焦点 效果就没这么好 老师 刚才我们看了声音的折射 那如果是反射呢 那就我们来试试这个传声管 用这个话筒 讲话 然后透过这个管子到那边去 声音传到那里去 试试看吧 试试看就知道了 好 几号 三四 三和四号 好 你好 我是讲四号 有耶 你好 我要点一个汉堡 试试看 这里好清楚 对啊 真的 我听到你了 我的汉堡可以从那边传过来 声音在管子里面空气中传递 它没有散出去 它碰到管子的内壁以后 就开始反射 一次反射 两次反射 三次反射 一次在管子里面 所以它可以一直在传递 虽然会有一点点衰减 最长的距离 大概长得差不多 一公里多 你还可以听得很短 一公里 了解了声音的反射 那我们来试试这一个回声筒 回声筒 这个好大 这是忘眼镜吧 这是脆笛书 大型脆笛书 试试看就知道了 来 你试试看 你好 我要一个五号叉 是哈 你的声音都混在一起了 再试一次 用不同的方法来试试看 你先在外面用手打 对 怎么好像鸭子叫的声音 声音好像扭曲了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管子呢 尾端 我们是把它封闭起来的 封闭以后呢 声音从这边发出去 会经过管子里面 传到尾端 再反射回来 而我们的声音呢 有的从这个角度射出去 有的从另一个角度 所以反射回来的路线长短也不同 走得远的传回我们的耳朵碗 走得近的呢 回来的比较快 而这之间的时间差 就造成回音的现象了 老师 那为什么我们平常很少听到回音呢 对 好像都要到深山里面才听得到 那可不一定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也可以体验到很多的回音 跟我来 我们去体验一下 好 走 走 阿姨姐 老师现在要开车 带我们到阳铭山去踏青 真的吗 不是 是想要体验到回音 停车场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回音 它我们原来发出来的声音 间隔要差0.1秒以上 我们才听得清楚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空间要够大 然后声音呢 这个旅行的距离要够远 然后要相差0.1秒 我们才听得到 对的 我们这样算好了 声音如果是每一秒钟340公尺 如果0.1秒的话 我们乘以0.1 是不是就是34公尺 34公尺 我们发出声音 再回来 再一去一回 我们除以2 是不是就是17公尺 所以只要这个空间 大于17公尺 我们就听得到回音 可是那么大的空间 好像只有停车场跟体育馆吧 没有错啊 可是音乐厅的空间 比这个停车场还大 为什么回音却比这里小呢 这个问题我有答案 我带你们去 你们就知道了 谢谢老师 再见 老师 我先走了 老师再见 拜拜 你们知道吗 有一些空间很大 可是他们的回声却很小很小 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个秘密就在这里 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会听不到回音 因为在他们的墙壁里面 有很多这个 这是什么 吸音海绵 声音碰到它之后 就不会反射了 海绵的结构里 有非常非常多的孔隙 当声音进入这些 口气组成的喷道时 声音会不断的反射 每次反射后 强度都会减弱 而最后 声音就消失在海面里了 可是刚刚在停车场 回音很大 声音不好听 但是现在在这边 没有回音 我觉得少了些什么 不过讲到回音 到底这个回音大好 还是回音小好 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不如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我就回去问一下陈助教 怎么样 陈助教 陈助教 我们回来了 时间完成了吗 完成了 那你们刚刚注意绕一圈 学到什么呢 声音的折射 反射现象我们都懂了 要怎么降低回音我也了解 那我问你们 有回音比较好 还是没有回音比较好呢 我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好像回音太大 声音会听不清楚 如果没有回音的话 好像声音听起来太单薄 怪怪的 适当的回音可以让音乐 有临场感跟立体感 所以一个好的表演场地 就是要回音刚刚好 所以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这个场地 是适合表演古典音乐的话 就不适合那种重金属摇滚乐 为什么 阿伦哥 你想想看 每一个乐器 它的频率不同 然后乐曲的节奏也不一样 一个快 一个慢 那假如说这个场地呢 是适合让那个古典音乐 达到最适当的回音传回来 那么假如说你表演那个 重金属摇滚乐那种 很快的就 所以搞不好 回音就会跟原来的音乐 混在一起了 对 就是这个道理 经过我们刚刚的实验证实 方健在这个地方 最适合的就是南管音乐 也跟当年的时代背景相符合 那不如我们就来一把耳福吧 音乐 对 哦 老师 这个就是我们的实验结果 对 对 根据我们刚刚实验的结果 那你们猜猜看是哪一些设计 火音就是需要一个反射界面嘛 所以我觉得那个三强是可以做的 对 答对了 三强在这个部分 右边的 对 右边这个部分 然后左边这个部分呢 是廊道的部分 下面这个麦克风 然后上面扬声器就是细台 对不对 对 那老师这些数据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回响时间 秒数吗 对 秒数的长短 对于方健在来说 0.9跟1是最好的 2秒或是3秒的话 就会变得混淆 不清楚 好 董哥 我猜对了一个 换你猜 量柱 对 对哦 哦 阿伦哥 你怎么知道好厉害哦 这因为鱼鹰绕梁嘛 我们看这个模拟图 可以看到声音的反射 都是藉由这些柱子 梁 还有山墙回廊所反射出来 才会造就出鱼鹰绕梁的感觉 这个山墙啊梁柱都猜完了 没有啦 我猜是这个梁亭 不对 那个小墙 也不对 那么应该是 仙人的狮子 呃 池子里的鱼 对 湖面上的 蛤 蛤 答对了一半 不是 哪个对啊 是这个池子 怎么会 所以水是用来吸音的咯 对 水可以降低一些回音 然后避免回音太大 影响整个音乐的质感 但是如果出了性情 效果就会殉掉了吗 是的 那我们就出去外面看看吧 好 走 哦 老师 你有这边做实验耶 对啊 我们刚刚在这边做的实验 实验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因为没有山墙 没有水池 也没有廊道 也没有梁柱 所以这边的感觉 跟方箭灾比起来差很多 我们从这个电脑的模拟数据 可以看到 这里的模拟结果 大概回音的时间 只有0.2 0.3秒左右 嗯 跟方箭灾的0.9秒 1秒 比起来 比较没有那种 语音绕量的感觉 嗯 所以里面外面真的差很多哦 嗯 我们科学的讨论终于结束了 哇 是不是现在应该学一学 那个烧人默课啊 吟诗作对吧 对啊 阿伦哥 古人说七步成诗 要不然这样 给你八步的时间 来做一首诗吧 八步哦 呃 呃 我们刚刚走了太久 脚有一点痛 现在是寸步难以 不能浅湿了 走 哇 太厉害了 我还以为 考虑声音效果的音乐听 概念是从西方来的 怎么样 怕了吧 要让好的音乐有更好的效果 是不分古今中外的哦 所以鲁女色的卡OK 要升级了 升级 鲁女色都没钱了 我看我还是先收一下吧 不过啊 接下来 又有两队的同学 要来参加我们的PK赛咯 真的耶 这个单元能受到热烈的回响 而且造成语音不断绕梁 马上来看看两队的资料吧 这次的校园PK大赛 首先报名挑战的队伍是来自宜兰的北城国小的顶尖搭档 北城北城能够好 能够棒 艺术庙都值得 位在罗东的北城国小 可以说是小发明家的摇篮哦 他们的科学社团鼓励创作发明 获得不少全国发明奖项呢 学校呢也是力挺太阳能发电的示范学校 看来这队的迎面相当大哦 这群实力坚强的刀当友 大家好 我是黄杰 我对科学和数学非常有兴趣 因为我喜欢思考和推理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朱一静 参加全盛科展时 做了好多好玩的空气泡 最后得到第三名 长大后我要当一个科学家 我叫吴婉如 我曾经参加过发明展 看到许多对科学有兴趣的小朋友 在一起互相学习与竞争 令我大开眼界 大家好 我是吴宗燕 因为从小就认为 科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那长大以后 我发现原来科学 就存在我们的生活中 北城国小 救过来救过来 第二支呢也是没再怕的团队 来自宜兰月明国小的绝佳组合 一二三四 大家一起来 把你的手举起来 一起用力就起来 月明要的第一 其他队伍都不及 有山有水的月明国小 真能让同学自然而然地 拥抱大自然 学校推动的科学教育 也与保护大自然的能源教育为主 包括绿光教室 雨水回收 太阳能热水器等 看来这队也胜算十足喔 这群深藏不露的团队友 这个名字叫崇斯宇 我最喜欢的科目是自然和体育 晚上时我喜欢看星星 大家好 我叫梁希恩 我最喜欢的科目是电脑和自然 我喜欢研究昆虫 真希望将来能当上昆虫学家 大家好 我叫杨凯妮 我喜欢自然画画 我将来要成为天文学家 因为我想要登录火星 大家好 我叫李秀芬 将来我希望可以成为植物学家 让植物可以好好的生长 GOMING GO 爽小 GOMING GO GO 好 今天呢 我们校园PK赛来到了 东台湾 是的 标榜文化宜兰 果然名不虚传喔 对啊 像我们现在来到的 是罗东的林业文化园区 连一个林业也有个文化园区耶 就知道这个宜兰人是多有文化了吧 是的 所以今天就决定在这个地方PK了 没错 这一次呢 来的三位老师 也都是以气质跟这个文化取胜的 来 欢迎今天三位老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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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首先先有请 岳明国小 太好了 太好了 加油 加油 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队伍 就是我们的北城国小 好 好 好 对 没有 看起来 火龙果姐姐 我们 火龙果妹妹们 我们是要先让大家唱唱一下 是的 可以提高他们的士气 北城国小 北城国小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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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来吧 有 放胶 有他的赛 烟消味 你看他们的眼神有对立的感觉 很快 等一下呢我们会进行三关的比赛 然后每一关呢由评审来举牌 最高可以给到五分 评审请举牌 所以是看总积分来决定你们的胜负了 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 第一关呢就来到了以前的森林火车站 没错 现在呢就先请我们的评审老师来公布 第一关的题目 蓝色的差别 先铺棉被 有多少分贝呢 第一关 白米传鹰 好 这里就是我们白米传鹰的会场啦 是的 这边是在铁轨的上面 所以小朋友千万不要魔法很危险 因为这里呢是很多退役的火车走的路 已经不会有火车来了 很安全 是的 好 现在呢我们先请两对派代表 就是待会儿的第一棒 先来抽一个题目 来 第一棒 先不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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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吗 预待 开始 好 我们就问到百米传鹰 那一开始呢会有第一位同学 敲击铁轨 那在五十米之外呢 会有第二位同学 听着他敲击铁轨的密码 那第三位同学解码之后呢 会跑向传声筒 再用传声筒传给第四位同学 把这个密码呢 给画在图画纸上 好 我们现在在看 我看到底是什么台 好了啦 好了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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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可以了吗 第一个可以了 好 第一个OK 第二个 是我han 再一次 从第一个开始 從第一个开始 再拨 再一次 无稀at一次 OK 走了 快点他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 快 确定确定我好过去 蓝色的方位 快點走 你们真余辅 out 我的绳子断了 快点 再试一次 好 可以 蓝色的草莓 你说什么 我可以问到我的绳子 什么 蓝色 蓝色的草莓 什么 太大事 有时候一直不知道 是什么 蓝色的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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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知道了 好 蓝色 肺炎 非常奇怪的道理 你小心一点本来听的到 用喊的听不到 蓝色的草莓 是 fill 好 知道 好 好 好 一定 毕 meters 这是什么 不要再等等 好 OK 后卖就 decay 跟我们一样 好 芯芯應該是紅色的香蕉 你畫什麼 藍色的草莓 是誰聽錯 他聽成月明敲毒 真的 你聽成月明敲的 因為很軟 很亂 月明的第一棒在哪裡 你數字是多少 四和五 所以是藍色的草莓 藍色的草莓 你們完全答對了 好棒喔 最後怎麼評分 還是要交給老師去傷腦筋囉 有請月明國小的成績 五分 五分 四分 十分 十四分 不錯耶 超高的成績 美城國小到底得到幾分 請給分 五分 四分 五分 這次加起來是一樣的 十四分耶 那最後呢 其實是月明國小答對了答案 但是月明國小呢 在他們的傳聲筒上面設計 有一些瑕疵 那這瑕疵呢 使他們的速度比較慢了一點 那北城國小呢 其實他們的答案是不對的 但是因為在他們的傳聲筒設計上面呢 比較優良 使他們的答題速度呢 後來居上 這個百米傳音不只是傳音 還百米賽跑耶 真的 而且跑很累 剛剛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差寒 好 接下來看一下第二題的題目 到底是什麼 有請老師 老師請 第二關 新音大方 我們都掃瞎了 不過沒關係 現在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準備了哪些材質吧 同學們來 我們到這邊來 同學請坐來 就是想辦法用這個其中的三種材質以內 然後做出可以讓這個 鬧鐘消音的一個隔音設備啦 第一個 我們給兩組同學呢 各一個大的容器 第二點呢 在這個十分鐘之內呢 我們把這個三種材質 放在這個大容器裡面 第三點呢 同學把鬧鐘放在這個大容器裡面 假設它的分貝差越大則就是獲勝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請老師啊 跟我們一起量量看 到底鬧鐘有幾分貝呢 好 把他蓋上 好 把他蓋上 好 外面這一層 要封箱 它大概是幾分貝呢 老師請 69.1 準備 開始 北城國小的感覺很像 在那種一個貓咪的房子 先鋪棉被 然後貓咪在裡面睡覺的時候 覺得很舒服 先用這個做第一層 而且同學要記得喔 還是要留一個鬧鐘的空間 不要塞太滿了 感覺大家蠻喜歡墓穴的 你們現在的策略是說這個做邊邊 然後把中間這個塞滿這樣 我看了一下是覺得好像是 越美國小的比較 表現比較有一點點 肚子的基礎 為什麼是越美國小啊 因為他考慮到說這個容器 那個那個放鬧鐘可以放進去 他還有一個洞 對 很像倒鼠窩這樣 另外他還把這個洞呢 往下挖 所以呢 上面在蓋個洗衣材料的時候 他應該會 比較能夠分辨查得大 這個放鬧鐘 好了快一點 好了就OK囉 那明天想按一下 五四三二一 有了 感覺你們的老鼠窩 這不是 這個是要給母雞生雞蛋的 下蛋的地方 那個時鐘住的 越明的手是怎麼回事 很像是黃金鼠的家 你不覺得嗎 比較漂亮很像寵物的那個 對啊 好 現在就到越明國小 放寶藏的時間了 好 然後交給越明國小 是 好 看他們要怎麼塞進去 你們想要怎麼放呢 藏寶 這小時候 小時候你玩過嗎 把你的願望 全部寫起來 沒有什麼聲音囉 糟了 被封閉了耶 封箱吧 可以了嗎 OK 請老師測 有多少分貝呢 五十 五十可能是環境音 對其實是很安靜有沒有聽到 對 鬧鐘 沒有聲音 安靜 有聲音耶 有耶 真的 原來你們沒有作假耶 鬧鐘 有有有 還是很大聲 還是很大聲 耶 輪到北城國小啦 好 這個擺設呢 跟剛剛的那個 越明國小有點不太一樣 對 對 這個蓋起來 也是沒有聲音喔 這個比較像包裹式的有沒有 安靜 對 不過這邊我發現有一個小問題 嗯 塞得太滿 很難封耶 封不起來 封不起來 好 準備好了 那老師 請 可以來測一下了 喔 唉唷 49.6耶 差了0.4 差一點點而已耶 0.4而已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現在遊客變少 不過我們知道就是在量的時候 那個數值會跳來跳去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真正的結果 的數值差異很小 所以還是要留給這個評審老師 傷腦筋囉 是的 請老師來給分數啦 首先呢先公布 月明國小的成績 對 老師 請給分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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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到底我們的北城國小 可以拿到幾分 老師請 舉牌 這會不會是下下千 五 七 八 四 五 五 二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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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大 這個很意外喔 為什麼我們比較小聲還會輸 連打屏都沒有還會輸喔 這樣來說雖然有點差異 可是大概是背景音樂 背景的分貝差異很小 那樂民國小他基本上表現 比較有理性一點有科學一點 因為他在過程當中 他有想說我這個鬧鐘要怎麼放 所以我們給樂民國小 比較高的分數 好 現在來到了第三關 不過這一關非常的特別 除了考驗他們的科學實力以外 而且他們犧牲了漏蝶的同學 來 給我看你健壯的肌肉 這一關他們要潛水了 對啊 這一關到底要怎麼比 先請我們的評審老師 來公布我們第三關的題目 老師請 好 重要的時間到了 現在由樂民國小先開始比賽 然後他們要先抽籤 抽出題目 好 我們比賽的規則非常簡單 每一組小朋友各抽一組密碼 每一組密碼裡面有五個數字 那其中一位小朋友在水裡面 敲這一個數字 另外一個小朋友在游泳池的對面 聽這個數字 那把這個數字解出密碼出來獲勝 是 我們第三關馬上就要開始了 同學們呢 會先在這邊敲密碼 然後阿雅姐會在另外一邊接收密碼 然後解密 他們的題目是什麼呢 這會不會是下下簽的一個號碼 還滿大的這個 好 我們這邊準備要出題了 準備好 好 往下 到水裡面 一 二 三 來 開始 第一個號碼 到水裡面 那邊怎麼可能聽得到這麼遠 好了 幾下 五下 第一個字 五下 聽得很清楚 我們這裡聽得很清楚 好 我們先準備第二個字 下囉 三 二 一 敲 他可能會懷疑 是不是有沒有聽錯 只敲一下而已 一下 好 可以了 接下來第三個字 好 開始 有聽清楚嗎 好 馬上第四個字 八下 好 接下來就要進入關鍵的第五個字 阿龍哥 麻煩你 下水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怪怪的 感覺不妙 你數字給你 整個不像一個句子 同學 你敲錯了 你要不要跟他們講這個不算 好 好 因為同學好像敲錯了 難怪 他敲到自己的手 所以他突然停了一下 好不好 三 二 三 二 一 下去 李滴 這次有對嗎 有 敲對喔 OK 八下 好 那我們也就確定啦 我們聽清楚了 對 阿姐 好 所以我們的答案是 轉過來給鏡頭看 很好妙步步 很好妙步步 沒錯 好奇怪喔 你們剛才超出帳對不對 真正的解答號碼是 六一二八九 六一好 你好妙 妙 不強 不強 你好妙 是對的 不強 對三個錯兩個啦 唉唷 來 一二三 加油 來 三五七八四 一 二 三 選上 有聽到嗎 有 是甚麼 是甚麼 好 這邊OK 準備第二個字 一 二 三 好 阿倫幫你們聽清楚了 OK 可以準備第三個字了 怪怪的 是喔 一 二 三 大會報告 大會報告 對面的這個教練呢 不是 同學呢 決定要停機一下 因為他們好像覺得 是太冷了對不對 紅衣妹妹覺得 那個水太冷 她沒有辦法動不掉啊 就換一個另外一個女生 不過她剛剛跟我說 她的紀錄只能前八秒半 你看看 這最後八九十七十二 她都沒辦法聽到 糟糕了 陷入危機了 好 準備 進入水裡面 下潛 一 二 三 謝謝 你聽到嗎 要再停一次嗎 好 剛才妹妹說 我要再停一次 好 第四個字 再一次 抓 抓 可以嗎 她好像五秒就起來了 這包這麼貴啊 我們這邊的同學 已經快把手抄斷了 你們這邊還聽不到 有聽到嗎 多少 還是八小 聽到 聽到了 最後一個字 一 二 三 好 是不是這樣 OK 你們可以掛 同學 答案 你為什麼 我們答案是 我很帥 不美 非常有邏輯 好 我看一下我們的 三 五 七 八 四是什麼 我 很 帥 不 美 全好 先答對了 太激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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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話 是 第三關 精采又激烈 終於結束了 現在很好奇 他們到底可以拿到幾分 我們現在看看 岳明國小可以得到幾分 好不好 請老師舉牌 來 四分 五分 五分 十四分 十四分 很高分 很高 北城國小的分數 評審 請給分 對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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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分 滿分 北城國小的小朋友 他們 五個數字全部猜對 所以我們最後評審 一直覺得 讓北城國小的小朋友 得到滿分 不過岳明小朋友 只是一分之差 稍微少了一點而已 比賽到這個時間 真的又陷入了僵局 老師差不多嗎 老師早就準備好了 同學 準備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總冠軍 老師請 今天的總冠軍是 岳明國小 我們還是要給一個 科學上面的一個評分 岳明國小他的 兩三個比賽裡面呢 尤其是第二關 他們的堆疊層次 是非常有邏輯的 所以呢 我們總結 岳明國小是得到 今天的優勝 恭喜今天的優勝隊伍是 岳明國小 我們恭喜獲勝的隊伍 可以累計一顆至多星 同樣星數的隊伍 可找同星數的學校再PK喔 聲音戒指 聲音反射 這些原理都很有趣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啊 如果聲音傳播一定要有戒指的話 好 那在外太空怎麼辦 太空人要怎麼對話 我記得太空人有講話喔 這就是因為啊 我來找我看 在 對 在這邊 就是因為這個 無線電話機 來 岳明哥 岳明哥 傳播不是靠空氣 那是靠什麼 是靠電磁波 我講話呢 經由這個無線電話機 轉換成電磁波 傳到你那裡接收 電磁波的傳遞 是可以不靠戒指來傳遞的喔 哇 怎麼厲害 那如果這個房間沒有空氣的話 這個無線電話機也收得到聲音喔 沒錯 太空人呢跟NASA交談 還有一般我們看電影常看到的 這個 無線電話機 都是用這個原理做成的喔 哇 太神奇了 不過我還是不太相信 要不然 我們把綠色抽真空再來試一下好不好 抽真空 交給你 我去修卡拉OK 卡拉OK不用修啊 因為這個唱就很大聲了